下面这事虽小 但它却让外地游客感觉到了海南不止暖身 更暖心 具体什么小事 咱们还得从甘肃的游客肖先生 一次公交乘客经历说起 这是海口的一辆30路公交车上的车载视频 12月29号下午2点34分 甘肃游客肖先生刚上这辆公交车 就收到了公交司机的提醒 他一抹口袋 手机丢了 所以说要不是那个公交司机 我们都不知道 就说他那个模样也不知道 原来在肖先生上车时 身后紧跟着一个身穿白色短袖上衣 手上搭着一件黑色外套的男子 不过这名男子最终没有上车 确定肖先生的手机不见后 公交司机范高宇立即怀疑上了那名男子 肖先生说他两个月前 才刚丢了一部手机 现在这部手机刚买不久 而手机丢失 财产损失还是小事 但其中的重要资料丢失 会给生活带来许多麻烦 所以他一再感谢公交司机的挺身而出 让一件糟心事变成了一件暖心事 觉得海南的热心民 群众都挺热心的 见了这个不拼的事情 你看他不顾自己的这个安慰 永远不受 据了解范高宇从事公交行业已经十年了 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他都以助人为乐 今年在工作中就说帮市民找回失落 还有被盗的手机 观光这些事情就有已经有五六次了 我们也受到了市民的来电表扬 还有其他的一些乘客的点赞 每一个公交人都会这么去做 不是单单是我 以后碰到这种事 我们还义无反顾去做 因为这是毕竟怎么说呢 这是我们的责任 碰到这种社会不良充气 我们肯定要去制止 对吧 直播海南 记得报道 请不吝点赞